再生 生存 和感官的无厌足 是再生的原因 佛教的再生真意 不仅是理论 而且是可验证的事实 信仰来世 形成佛教基本的教义 然而相信再生 不限于佛教 在其他的国度里面 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甚至在自由的思想家里面 都有相信再生的人 希腊哲学家 不杀哥朵斯 能够记得他的前生 帕拉图也能够记得 他几世前的生命 帕拉图相信 人能够转世十次 同时 人能够转世到畜生里面 在古代的中国 和埃及 一般人都相信 皇帝和国王能够转世 一个知名的基督教权威 名叫欧里根的 他生于西元185年 死于西元254年 他亦都相信转世 他认为 没有永久的炼肉 16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 布鲁洛 他相信每一个人 或者畜类的灵魂 都是从另一个众生 转世而来的 在1788年 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康德 批评了永久的懲罰 康德 亦都相信 转生其他天国的可能性 另一个大哲学家 叔本华 生于1788至1860年 他说 只要有生存的意志 就有生命的必然 就是这种生存意志 才使得生命 得以继续轮 佛陀解释这种生存意志 为生存的贪恋 要实际验证我们的过去生 是有可能的 但是的确不容易 心的本质 就使得大多数的人 无法追忆他们的前生 我们的心被贪欲 恶意 懒惰 不安 和怀疑五种障碍所左右 因为有这些障碍 我们的眼光 受到限制 我们不能看到来世 正如一个镜子 被灰尘所蒙 不能够照出影像一样 因此 大多数的人 不能够回想到前生 就等于当白天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星星 并不因此代表星星 不在天空里面 因为太阳的光度 强烈过他们 同样地 我们不能够记忆起我们的过去 因为我们现在的心 一直是负担过重 我们有很多想法 每日遇到很多事情 和整个现世间的环境 考虑到寿命的短暂 将有助于人对再生的反省 假使我们考虑到 生命及其终极意义和目标 以及多种多样的人世经验 我们将能够推断 人的短短一生 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实现他所要做的事 经验的层次范围 是非常巨大的 只要因缘成熟 人的本体有巨大的潜能 就可以发挥 知识是无限的 并且形形色色地 放在我们眼前 特别是在今天 只要我们稍加省察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自己有高度的抱负 但却没有时间去达成 同时有一大堆激情 欲望 自私的动机和野心 一直在我们的内心 与别人之间交战 这些力量 久前到死为止 所有这些力量 必须去尝试 去征服 去航服 和去利用 一次的生命 不够力量去完成这些事 说我们必须只有一次的生命 而又要我们去完成太多不可能的事 这个无疑是 虚宇宙和生命的一个巨大 而残忍的环笑 佛教关于再生的教义 应该和其他宗教的转世轮回之说 区分开来 佛教否定了 永恒上帝 创造的灵魂的存在 也否定了 一连串的转世中 有一个不变的本体 没有自我 或者灵魂 相对变化 也能够由有因果连续 而变得可能 如此 死亡可以不经转世的灵魂而再生 在一个生命中 每一个念头 都是生生灭灭 严格来说 这种杀那的生灭 就是一种生死 因此 就在这一生中 我们每一秒钟 都经历到无数的生和死 只有因为一个身体 在支撑着心理的路程延续 我们就认为身心的延续 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生命 我们平常以为 死亡的意思 是身体活力作用的停止 当生理的身体 失去了它的活力 它不能够再支持意识流动 但是 只要对生命 有一点的攀缘 就有一个贪着 想继续生存 那么 意识之流 就不会因为身体失去生命 而从此停止 当死亡一发生 当身体一开始消逝 心理之流 因为渴望更多存在的驱使 而再度进入一个精卵相会的生命体 如此 当死亡之后 转生立即发生 记忆之流 记忆之流 或者会中断 同一个人的感官 转成一个新的情况 而整个经验和气质的累积 已经转入新的生命中去了 生命循环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佛教所以说 死亡既非永生 亦非断灭 进入新生 接着是成长 衰老 然后又是一个死亡 人心死亡的时候 生理功能不再恢复了 就好像汽车放松了加油气 以便停止 不再有拉力推向引擎 同样地 业力的生起 也都没有物质现象 佛教徒不相信 现生是在幸与不幸两种永恒之间 他们也都不相信 死后将有天使 接他去到永恒的天堂 或者地狱 因为他们相信 现生 只是世间生命 无数轮回中的一段插曲 他们相信 只要业力 留起人心的潜意识里面 所有众生 都将会转生到某些地方 一段时间 这里所说的潜意识 并不等于 现代心理学家 对心灵潜意识的解释 再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佛陀说 是无名缘起的欲望 欲望不得厌足 是再生的原因 当所有不满足的欲望 敌尽的时候 再生就从此结束 要断生死 需要先敌尽所有的欲望 要敌尽欲望 必须先去除无名 当无名除去后 再生就不再有价值了 因为重复的生命 已经无需要了 无名可以使人以为生命 只有这一生的错觉 同不合逻辑的观念 另一种无名所致的错觉 则是以为死后有永生 或者万劫不复 佛陀说 只有四圣体的完成 才可以消除愚痴 或者解除痛苦 一个人要解除所有愚痴 必须坚引收集一个 包容性强的利他主义 在行为上 知识和智慧上 都要有一样的精进 同时 一个人也都必须 降伏所有低层次的爱欲 个人的欲乐 和自私 转世是如何发生的呢 当这个生理的身体 不再具有功能性 生命的能源 并不是和他同时消失的 他会继续进入另一个生命形式 业力可以将生命 转成人类的形状 也都可以转成畜类的形态 假使人 没有机会去发展他的业力 这种事就可能发生 这种力量 包括贪 欲 意志力 渴爱于生 并不因为身体的作用消失而结束 它将会继续出现于其他形态 而再存在 这就是再生了 今天有很多国家里面 已经有人开发了对前世的记忆力 这些人的经验 已经被完整地记载在新闻 或者定期的刊物之中 这些人里面 有些是从来不相信再生的 却因为记起他们前生的零碎片段 而相信了 有很多资料显示 经过调查后 他们所回忆的事 确实和过去生的事实相符 经过催眠术 一些人已经揭露出前生的资料 某种催眠 能够使人进入潜意识 而换回过去的记忆 再生或者一再的变化 是自然的循环 它不是由任何特别的宗教所创造的 所以信与不信再生 都不会使到再生的历程 有任何的不同 或者能够避免再生 只要心中渴望生存 或者渴望观感的愉快 或者有任何心灵的攀缘 那么再生就会发生 这些强力的心力 普遍存在于这个宇宙的每一个生灵 任何人祈求不再生 必须了解到 除非他们能够做到 不攀缘 不执着 否则他们的祈求 或者祈求 就不会实现 对于在世俗的条件之下 对于曾经看过 或者曾经经验过 不确定或者不满意的生命之后 聪明人以正确的方法 去排除他们自己 对这些重复的生和死 一些不能够减少他们的贪欲 和执着的人 必须准备再次面对 这些不满意 或者不肯定 以及生生死死 和一再重复的生命转化 另外对再生所难了解的事 再生 是不是和死亡同时发生的呢 这个争论 发生在结出的学者之间 有些人相信再生的观念 是立刻发生的 不需要任何中断 在此同时 又有一些人相信 一个人死后 在结胎出生之前 会引出一个灵魂形态一段时日 另外有解释 同样相信那些不是灵魂 而是人死后的潜意识 或者精神力量 存留在空间 被他们自己的贪欲和执着精神力 所支持 但是无论如何 迟早都要转生 是没有疑问的 在三十一个星中 生存的灵魂是不幸的 他们的精神生命不能够持久 他们是很短暂的再生形态 另外一种观念 很多人不能够了解的 是在再生的过程中 一个或许再生为动物 同时动物 也都可以再生为人 人固然不能够在其生理形态上 变成动物 但是人心 有动物的本质 也都有人采取了动物的生活方式 那就足以使他转生为动物了 心的因缘和行为 必须对其来生负责 另一方面 一个人 由于前世某种心智的滥用 而再生为动物的形态 也都可以在再生为动物的时候 没有犯下任何严重的错误 而再转世为人 我们都知道 有些动物非常聪明 而善解人意的 这一点明白地显示 他们是倾向于人道的生命